国防部耗资60亿令吉打造六艘滨海战舰的史上最大采购案 在11年之后依旧连船的影子都没看见备受争议 主导调查这项采购案的国会公众会主席黄家和昨天发文告表示 去年年底他实地探访BNS末时的造船厂之后觉得很痛心 60亿都白花了 黄家和说当时公众会视察造船厂时发现 当地已经没有工人没有承包商也没有任何正在进行中的工作 全部停顿完全归零 而存放在仓库里面的零件有很多是2013年到2015年之间购买的 尤其有不少智能电视买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开箱 黄家和怀疑这些设备放到现在还适合用吗 或者他们到底还智不智能呢 他还形容当时工众会在追问造船厂之后才知道 仓库内存放花了17亿令吉购买的零件和物品当中 有15%已经过时了 总值超过2亿令吉 当中有不少还是欠着供应商的钱 黄家和认为这就是为什么 BNS造船厂会有大笔欠债 导致计划被停摆的原因 那么有鉴于战舰采购案闹得沸沸扬扬 国防部今天非常罕见的开放让媒体进入 位于霹雳红土坎的造船厂实地采访 并且由BNS公司的CEO亲自带领财官 到底政府花了60亿令吉公堂 是不是真的只见了一艘看不见的战舰呢 透过画面去看看就知道了 今天早上 大批媒体在BNS末时的造船厂首席执行员 阿兹哈的带领下 进入位于霹雳红土坎的 滨海战舰造船厂实地采访 针对公帐会指他们花17亿令吉购买的零件中 有15%已经过时的说法 阿兹哈告诉媒体 零件的确处于衰退状态 但只要日常有积极维护 至少还可以用25年 再来镜头也拍到被拖延很久 一直都没有交货的滨海战舰 其实是真实存在的 BNS造船厂首席执行员阿兹哈说 政府的拨款已经花在建造眼前这艘 马哈拉罗里拉号滨海战舰 工程进度也已经完成六成 而船厂内还有另外5艘 处在不同建造阶段的滨海战舰 国防部罕见开放让媒体参观 还让镜头可以深入 新建中的滨海战舰内部视察 积极向大众澄清 国防部花大钱并不是在建 国王的战舰一无所获 至于被公帐会主席黄佳和抨击 买了从来没有开箱过的智能电视 恐怕现在已经无智能了 对此阿兹哈回应 那些电视只是给军人的日常消遣 并不是用来打仗